蔡英文總統來到我們的會場 總統好 總統蔡英文結束自主健康管理後 第一個大型公開行程 與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同台 媒體關注 民進黨年底台中市長人選徵招 會是備戰已久的蔡其昌 還是表態願爭取提名的立委何欣醇 台中會支持何欣醇還是蔡其昌 民進黨傾向下週三完成台中市長提名 由蔡英文親自徵詢有意願參選的人 蔡其昌表示希望提名儘快完成 總統大概詢問我準備的狀況 那我也跟總統報告 我想我這個這一年來 我們積極在備戰 隨時在備戰 那隨時備戰分兩個部分 一個就針對市政 我們要有一些了解 所以我們做了長時間 每一週開會對市政議題 進行一些研究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必須要把我的現在的角色做好 包括我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何欣醇也向主席蔡英文表示 尊重徵召機制 一旦人選確定會團結爭取台中慎選 不過目前人選未定 讓基層相當焦慮 現在呢確實因為市長的這個人選辭職未決定 那基層真的很焦慮 那包括我去服選的很多的市議員也好 或是議員參選人也好 大家也都在討論 那到底市長是誰 那希望能夠趕快有這一隻母雞出來產生 然後呢來帶領我們的市議員 來整體的作戰 而被視為林佳龍子弟兵的王毅川 同樣爭取市長提名 挑戰新任市長盧秀燕 蔡英文本週三將召集選隊會成員 討論提名作業 預計四月底五月初人選就會確定 現場電視黃亮姐胡宗漢劉姿營 台灣回報導